嗨,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赵副校长 今天赵副校长要和同学们分享一年级道德教育 勤勉 好,首先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 勤劳的小鸟 小鸟每天忙忙碌碌的雕树枝建造自己的房子 一只苍蝇飞过来,讥笑它说 你真是一个不会享受生活,不懂快乐的家伙 瞧我,住在男小猪的家里 风吹不着,雨淋不着 整天唱歌跳舞 快快乐乐的享受生活 多舒适啊 小鸟轻蔑地看了苍蝇一眼 继续建房子 蓝小猪受到小鸟的启发 它也变情快乐 蓝小猪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 装上了漂亮的纱窗 并把苍蝇赶出了门 下雨了 下雨了 无家可归的苍蝇被雨淋的东撞一下 西撞一下 非常狼狈 而小鸟却在自己建造的房子里 快乐的唱歌 苍蝇终于明白了 靠自己辛勤劳动换来的成果 享受起来才真正快乐 好,接下来同学们做以下的练习 第一题 小文每天都到图书馆温习功课 A.她是勤劳的孩子 B.她是懒惰的孩子 第二题 小美要妈妈再三交代 才肯做功课 A.她是勤劳的孩子 B.她是懒惰的孩子 第三题 小丽主动帮妈妈做家务 A.她是勤劳的孩子 B.她是懒惰的孩子 第四题 第四题 小黄每天运动 所以身体越来越强壮 A.她是勤劳的孩子 B.她是懒惰的孩子 第五题 小明等到开学的前一天才做功课 A.她是勤劳的孩子 B.她是懒惰的孩子 B.她是懒惰的孩子 A.她是懒惰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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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